你看到蔡英文在這一次 接受路透社訪問的時候 他明白了跟人家講的說法 就是說那個答卷其實就算了吧 你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幹嘛 你去看我過去這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再來重新來談過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過去那一段時間 我某種程度 贊成剛剛永平姐講的 就是說蔡英文其實並沒有 在這個問題上面直接去激化 或者是刺激中國大陸 他某種程度你可以講說 他有釋出一個橄欖枝 但問題是 他橄欖枝的那個立基的基礎 其實在於是 那從今天起 我說了 我做的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要不要改看你自己 你看路德社在這件事情上 他是謹慎的 什麼叫做謹慎 也就是說他一次問你 兩次問你 三次問你 他甚至還問到說 如果你跟川普通電話的話 你會再跟他表達什麼 蔡英文在這裡面 其實有具體的回答 他說我如果再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 台灣是一個友善什麼什麼國家 這整件事情 最好笑的一個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悲哀 就是說當總統 當總統接受國外媒體訪問 釋出這個訊息的時候 美國這邊馬上川普 他馬上就講說 我們目前沒有要再通電話 我們的總統府居然馬上就回應說 我也沒有說我現在要打電話給你 蔡英文的國安團隊 跟他的所謂的外交人員 其實根本沒有摸清楚 美國現在對於台灣的態度 兩岸歸兩岸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台美關係 其實是兩件事情 可是我很害怕的是說我們的政府是不是 因為他誤判了 認為美國會挺他這個地方 所以他覺得自己有牌了 我可以去跟中國大陸叫了 我可以跟中國大陸講說 好 我就是到這樣子了 反正我後面有個靠山 蔡英文一周年之前 他的動作非常多 他接受路透訪問之前 然後現在還跟莫劍 等於說AIT的理事主席也見面 也是在營造那樣的氣氛 比方說我有國際關係非常好或怎麼樣 或跟美國的交情非比尋常 一直要知道這個 但是美國現在 因為他有求於中國大陸 這個是全世界都在看 那現在美國最 前面最大問題就是北韓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綁在一塊的話 你就知道蔡英文他其實是走不通 昨天解釋他是什麼 叫三重樓翼 什麼叫三重樓翼呢 就是說有個人看到自己的鄰居 三樓蓋得好漂亮 美輪美奮 就請工人來做你幫我蓋一個三樓 工人說沒辦法只蓋三樓 要有一樓跟二樓才能蓋三樓 那他意思是怎麼樣 你沒有九二共識 你跟我談那些東西幹嘛 你只要台灣自己的利益 然後你不要其他 大家互相遵守的約定 那怎麼可以呢 今天蔡英文就是只要三樓的美輪美奮 然後他不要其他的基礎 那今天跟美國的關係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 路透社他訪問完蔡英文以後 他又去訪問川普 他是用很 他用的是怎麼這樣 叫SPRN SPURN 這個英文是叫做很親昧的季節 就是說全世界都看到了川普很親昧的季節的蔡英文 我們看到了川普的歷史 我們看到了川普的歷史